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是专业的投资顾问 影片的内容和言论分享仅为了教育的目的并非投资建议 所有的投资决定还是要依据个人的研究 而非本影片内容跟言论 投资的风险很高啦 所以大家在短期也可能有亏损的风险 通常投资有震荡 所以你一年内下修个10% 20% 从高点下来都很正常 所以很多朋友不能够理解这个当市场下跌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无法忍受 那代表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认知到市场是会震荡 所以投资需要谨慎 投资者要先理解投资才能进行投资 尤其很多投资者冒太大的风险 最后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资金链发生问题了 才来后悔说我怎么那么冲动 这就有点太晚了 我们是在做一个投资经验分享 有很多方式交易给大家 可是你们在做的当下 就要思考一下自己的能力 跟能够承受的风险 投资要自行决定自行负责 好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 上个礼拜的clubhouse 有人提到PE啦 还有一些评价模式 那其实市场有很多评价模式了 那每种各说各话 也不是说他不好 可是市场要涨要跌 也不是因为你的评价模式而决定的 那到底市场延续的一个是什么规律 我们等一下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说不定股息因为股息就是巴菲特 所说的现金流折现 所以你如果能够拿到的股息越来越多 那你的投资就是越来越有价值 所以股息的成长跟股价的关系 可能也是一个参考的方向 至少你知道你买的是一件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股价就是直涨不跌 因为他的股息配发的金额 每股配发的金额就是每年一直在增加 那这个表的话 这个图的话 我想这个在 Podcast的人可能有机会的话 这个影片再回到YouTube再看一下 那当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SPY的成长的图 那到2021年9月8号的时候 SPY到4520点 79年来成长了491倍 年化报酬率8.16 加上差不多平均年化股息回报 差不多2% 所以当今有10.16% 大家会发现 从2014年我们开始做这个统计到现在 每年的年 每次做年化报酬率都有在加速度 那代表人类的成长是一个加速度的成长 好 那我们要来看股息跟股价的成长率了 那我教大家一下 在Yahoo Finance的时候 你可以查Historical data 那Historical data里面你可以查 Dividend only 就是股息 那你的时间多长 就是Maxima 那Apply 下去 那这个就是每一季都会发的股息 那每季发的股息 你把它download下来 这里可以download 就是Yahoo给你一个工具 你可以把这些资料download 那就把它download下去 那当来download下去之后呢 我们把它叫出来 这个就是QQQ的股息 股息 那它是每一季 那通常我们每一季的话变动比较大 所以我们来用年好了 那这个五年六年六二 2006年比较完整 所以我们来看2006年的 这四季加起来 这四季加起来 那我们每四季都把它加起来 这个代表就是一个 每年的股息 以年为单位 代表就是年平均线 就是每年的股息 每四季 Rolling这样子给它加过去 那你就会找到一个 到2022年的3月 那我们被它贴上去 我看一下贴上去 OK好贴上去 那它就完整了 那你这个可以来画一个图 比如说我们 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年的这个 这些值啊 来画一个曲线 那你就会发现它股息成长率 我给它点year好了 year dividends year dividends 那我来画表格好了 那我再来表格 ok那我点这个 这个给它删掉好了重来 我点全部 那这个来画一个表格 这个就是 QQQ的股息成长率 就是这样 它是一个持续往上涨的曲线 那你也可以来 给它 编辑 我看一下 好 等一下我们可以把它画一个 对数图了 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对数成长 那这个是一个 dividend的部分 那股价 一样股价你也可以弄 就是你就是 historical price 那用monthly好了 因为它没有季 如果有季的话 那就跟dividend合在 dividend是以季为单位 那这个股价就不是以季为单位 它以月为单位 那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变成就是 它以月为单位 所以 你要用adjust adjust的就是 sprint 或dividend 它就adjust过 那你要 继为单位 所以你变成要 6月 所以像这个 4月啊 5月啊 那你就要把它去掉 这个股价要去掉 才能够 跟 股息的 股息这个要删除 删除 就变成要 就变成要 6月 7月8月也要删除 那你就要一个个做 我是都一个个做 这很麻烦 当然有些人对excel 比较 理解 就删除 那就要是6月9月这样 就跟那个 股息 dividend能够 那要起来 那我已经做好了 然后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 QQQ QQQQQ 是这个吗 不是 我看一下 QQQ 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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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我看一下我的 ipad上面的 QQQ2 不是這個這個 QQQ這個QQQ 我把他改個名字 QQQ 虎西虎 那我看看這邊可不可以找得到 我來看看這個檔案 這裡能不能找得到 QQQ股息股價 股息股價 找不到 他這應該可以 找不到那我就把這個檔案傳過來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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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传过来 好,这是我前几天做的图 那这里就是股息的dividend 股息,那每个每一季的 那这里就是年,每一年 每四季把它加起来 每四季加起来 那因为你这个股息0.13很小 相对于股价的话 这不同scale 所以我把这个股息 给他乘上 一个参数287把它放大 所以这0.13就会放大成37 跟这个股价会比较同一级的数字 那这样看起来才能有这个图 所以这样子把这两个图 dividend的 跟股价把它natch 就是同一年 然后这个6月12 这个2006年12月的股息跟股价 把它natch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图 那红色的是 股息的成长 蓝色的是股价的成长 其实是满同步的 都是用复利的成长率 exponential这样往上 那QQ的股息在一 在这个2008年开始快速的上涨 矿涨 偏离他的成长轨道 后来就在2015年之后就股息换返 股息换返 可是这个股价就一直沿着这个 这个这个上升曲线渠道 这样一直上去 可是到了2020年3月的时候股价 有点乖离 乖离 那最近 2021年底开始修正 到现在所以 这个乖离应该修正的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不要去管股价 大家看这个你投资的价值就是 这条曲线一直上去 也就是股价是沿着股息的增长的部分成长 所以股息会越发越多 你的股价就是会越长越高 那一直涨上去 所以啊 我们 刚刚有看到的是 我让他档案在哪里啊 好,这个是我最近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档案 就是云端共享云端的 Number Number 我们谈我们找过去的资料 股息 我以前有做过 有做过 那我想一下跟 跟SPY股息有关的 档案看看有没有 在这里 SBI股息成长 跟股价 我看看这里有没有这个图 不存在 那应该这个可以 这都不存在 好 那我跟大家讲就是说 哦 这里有 SBI的股息跟股价我看看 好 这里就有股息跟股价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哈 大家可以到这个 Youtube 我Youtube有 以前有讲过 这个Youtube你们可以设取 CLEC我们的频道 我们频道里面有 你可以设取 影片 我们股息 股息成长 好 这个理由 成长这里就有图了 SPY PAL APL 股息成长率是比较 这个 大家可以去看看以前的影片 我都有提到股息成长跟QQQ 我们看一下又有一个QQQ吧 就是QQQ SPY QQQ 股息成长 好我想这里这里有一个哈 00109 00109这个影片 还有这个 这个 投资理财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 投资理财资讯9 或者是 你可以看这个 00109这个影片 好 那我想我们今天 这一部分先听到这里 就是说 股息的成长是跟 股价是跟股息的成长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 这个成长率就是 指数的成长 美国的市场回报率是每年就以10年10%的回报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我说 长期我一直看到股价只有一直上涨没有下跌 因为股息配发率就会一直成长 有就是你投资美国指数你买了什么事都不要做 你就会 你就会以每年10%回报 40年你会有45倍或者是更多 那这个是SPY 那我建议大家投资QEQ 是因为我认为 美国应该是要高科技 我们人类是高科技的成长 你可以同意 你也可以不同意 当然很多人想要去投资SPYQ VOO 那没有关系 那你就自己决定 那我是认为QEQ回报率还是长期会胜过一般的公司 一百家的比较尖端的公司 这我比较comfortable 那你如果觉得你要投资全球 我投资SPY 倒酒 那你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就可以了 哦 因为你要理解一下 长期 回报低 风险高 那当然长期回报高 短期可能震荡性会相对高一点 那巴菲特说宁愿短期震荡 可是能够获得长期回报 高一点 他宁愿 长期回报高一点 所以 如果一个年轻人每个月存两百块 你到退休就会有两百万 他就有一百万 如果你每个月存两千块 你就有一千万 所以你如果每个月投资一万台币 你15%的回报 四十年你会有三千万 所以要富有一般人不难 只要你买进长期持有 打死不慢 你就富有 不要太 理会市场的今天涨明天跌 涨涨跌跌 我常说我看到的市场都没跌过 都一直涨 三十年来从来没跌过 就是一直涨 所以三十年后你来看一定比现在高吗 三十年前的SPY是多少 三十年后的SPY是多少 你看就知道了 所以三十年后的 这个SPY一定比现在高吗 而且可能会高很多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SPY不晓得有没有到三十年后 这比 SPY MAXIMO MAXIMO 九三年而已 直到从九三年到现在 那九三年到现在 MAXIMO 九三年到现在 还是九三年 九三年到现在 九三年到现在 现在涨八倍 那也是不错 所以 所以 差不多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也有七点八% 加上两% 对不对 也有九点八 差不多正常 所以 这是很正常的回报率 哈 所以 投资者要对市场要有信心 要有坚信 忍耐到信仰 所以你不要管市场的涨跌 你一定要 市场跌跟我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长期投资者嘛 市场尤其指数跌下去 一定会涨回来 投资指数基金者 担心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长期你就会赚回来 可是很可惜 这次的下跌 很多人已经开始自怨自哀 觉得 上了贼船 就 市场跌那么多 早就不应该听 James的话了 那我也救不了你 就是也没办法 这个人各有命 靠缘分 这里一个朋友就是 他用英文流浪 almost or long-term thinking has a short-term pain 就是说你几乎所有的长线投资者 都会有短期的痛苦 那 你短期操作者 最后你会有长期的痛苦 因为你根本没有回报 在那边短期操作 你长期就知道 你的苦 你几乎资产没有增加 那长期投资者就需要忍肉 短期的震荡 这是必然的 那你如果练到像我一样 连短期我一点都不不理会 而且我觉得天天 都非常快乐 天天股市都在大涨 那你就会 跟我过的一样 无视市场的存在 任何你的什么 短线操作的长线操作 任何操作都会有适合他的市场的环境 如果你长线多头 那你 抱着不动 那当然就很棒 市场在下跌 那有的人就我卖掉 那很棒 那有的人说流现金很棒 所以 市场有顺风逆风的时候 任何策略都有顺风逆风的时候 可是 重点是无论你 面对 你的策略 面对逆风的时候 你怎么样 面对他 而且你知道你的策略 什么时候会面临逆风 像我们买进长期投资者的逆风 就是市场震荡下跌 这个时候是我们的逆风 那你早就知道了 可是我们知道长线我们是 是阳帆上涨 而且我们过率会最好 所以你要认识一个策略 要认知到这个策略的优势与劣势 视线都理解 那你才不会在下跌的时候 从长线思考 受到短期的痛苦 你在你的策略里面要考虑的 应该是长期绩效 长期绩效才是绩效 短期赚一次不算绩效 长期的耐力跟回报率 才是你投资最终的目的 对我们的影片跟内容 喜欢的就请订阅留言 你的留言对我们的影片有任何的问题 那我都会一一的解答 在市场我们长期持有的 就偶尔 每年就会面临市场稍微修正一下 那过了10年20年 会面临泡沫的大震荡 这个是长期投资者的必要之二 你一定要面对这个市场 而且市场常常会来 下跌常常会来 可是你要想想长期你是 会获利的 刚刚那个图就是持续上涨 股息配发率就持续成长 所以股价是依据这个基本 道理往上涨 很多操作者 可以享受到短期获利的快感 可是 操作是一个难度极高的 事情 我可以做到 可是我没办法带领所有的人 同时同步进出 所以这个方式不是好事 不是不好的 就是说当你带领几千万 几千个人 几万个人在市场里面的时候 你不可以带领大家冲进冲出 我们是长期投资者 我们投资是一辈子 而且是世世代代都不卖 永远不要离开市场 我们说打死不卖 不是说我们不换 我们一直换 而且换到现在也不能再换 因为每个地方就只有一个标的 美国就是QQQQQQQM 就是同个东西 台湾就是00662 那其他地区就只有一个 可以选择的 这里我想我 我来看一下这个 513100 每个地区 的最佳的投资 内容就在这里 然后美国就是QQQQQQQM 台湾的投资者就是00662 巴西的话就是NASD11 那中国当然有513100 51330 很多 中国有很多 那我想你不用深港通 副港通 我想这个不用 这个应该不太需要 香港的话有几个可以投资的 就是用港币计价的3086 用美金计价的9086 还有一个iShare的2834 或9834都可以 加拿大的就是QQC 你买QQC 其他的不要买 有些hedge的不要买 像QQC-F的我想这有hedge的 除了你在退休账户 或者是ZQQ 这个不要买hedge的 因为 有朋友在一般的账户 他有capital game的问题 澳洲就是NDQ 英国就是有CNDX.L 或者好像欧洲有EQQQ 欧洲朋友有EQQQ 那日本也有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很容易买得到 那希望大家能够做对投资 当我们的投资只剩下一样的时候 那就没有所谓 也不能操作了 很多朋友当然会想 留言买SBY 买VOO 不要买 那没关系 你们就go ahead 做你们该做的事 不需要留言来告诉我们 我就是只有QQQ 因为我相信科技 投资需要智慧也需要耐心 你要多学习 做错的不要再重复错 比如说这次下跌 你很恐惧 你卖掉了 事实上涨上来了 你没跟上了 那就是做错 以后就不要做就好 那你就会慢慢成为一个投资成功者 专业的投资者 他是比做多少对 就比对方做对更多 那他就赢过专业投资者 业余的投资者比的是不要犯错 犯的越错越少 当你都不犯错的时候 那你的回报率就会超越专业的投资者 所以投资是比换错少的人就赢 就好像你是业余的羽球 或者是桌球 你 你只要不要换错 让对方换错 你就 胜利 新来的朋友欢迎你们 那你可以看我们的影片编号00209 那这个影片就是我们这一堂课 我们投资哲学第一堂课 这位朋友贝尔我了解他 他是在一个科技公司当主管 那每年都在烦恼升迁退休 但是他后来发现我们的投资 能够让他安稳 资产增加 也不用一定要靠上班 所以他就 非常的高兴 不用 受到公司的压力 公司老板 对他他就没关系 反正最后我会比你早退休 不值得去跟这些 公司里面的牛鬼蛇神 斗争 所以忍一死才能征天下 巴菲特的财富90%都是60岁以后正大 所以大家致富的时间还很长 所以 好好学习这个投资的财商 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至于公司不用去跟人家争斗 只要做 做好 该做的事 那面面俱到 人员好一点可能是更重要 没错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策略 重点是你了解自己了解产品 没有没有风险 没有震荡的东西投资了 所以没有说一直涨 像虽然我们投资指数不虽然一直涨 可是还是会震荡 除非定存 定存就不会震荡 可是回报低吗 连那个现金都会随着通膨震荡 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商品不震荡 除非定存 那你要在震荡的 投资里面 让你的长期回报力极大化 这才是最大的投资目的 我们投资的长期是多长 20年以上 甚至一辈子 甚至世世代代 所以什么东西 你要想想什么东西的投资 让你一辈子可以不用卖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传家之宝 所以很多人看一年两年 其实是太短视了 太短视了 因为如果一辈子都不卖的话 那一两年的下跌跟你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常常建议大家练到市场涨跌跟你没关系 我们的投资是一辈子 好几代人 所以眼光要晃 那你就会看清楚现在 其实 很便宜 QQQ未来如果是四万块的时候 你觉得现在四百四百块贵吗 你买在高点四百零八贵吗 一点都不贵 你会很感谢你买在四百零八 所以市场天天都上涨 非常美好 非常快乐 像我大部分都不 不再看市场 我到处游玩 这就是我的 投资人生 其实我的人生是只有玩乐 投资 一分钟就做完的事 因为要教大家 所以我才是要看看市场 不然的话 我应该都不用花一分钟在市场上面 你们也要练到一样的境界 买进持有 他是永远不卖 买进指数 要买对 那我已经跟他们讲 你就买指数就好 那我的指数是QQQ了 那你的指数是什么 有的人还要diversify 那go ahead 我也没办法convince你 我已经讲过为什么我们一定买QQQ 为什么只投资美国 那你如果没有听我们过去的 那我建议你多去听听我们过去的 所提的理念 为什么我们只买美国 为什么我们只买QQ 那你如果听完之后还坚持你要投资别的指数 那当然是很好 代表你有思考过 那你如果没有思考只是一面的反对 那 我也没办法跟你争辩 我们也不需要争辩 那你就go ahead to whatever you like 短期投资短期的亏损都不是亏损 长期会获利才是我们的目标 如果现在有一百块的QQ让你买 那你就抢着买 可是那个时候却是两千年的高点 所以两千年买一百块的QQ的人 你觉得他笨吗 现在看起来他们是一个蛮聪明的 如果现在五十三块的QQQ让你买 你真的是买到赚到 现在再怎么低也有三百多块 五十三块到现在也涨六倍 这是二零零零七年的高点 QQQ二零零七年高点五十三块 所以现在你说买四百零零八的人 经过十五年可能不要说到四四四四千块了 对不对 两千五百块也够爽了 所以现在任何价格对未来十年二十年 回头来看都是非常便宜 买到赚到 任何投资的转变都不容易 但是追求完善的投资道路 是我要给大家的 虽然之前可能从台湾的四大基金 从个股再从00757转到00662 大家都非常辛苦 我也不愿意 可是这是必经之路 既然走过了 那就必留痕迹 那我现在就让大家只有一条一个选择 那这样子就没有痛苦 我们投资做的要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投资的康庄大道 就会更无为了 你现在问我的问题 我的答案就变成更简单的 没有为二只有为一 买进大盘指数基金你就不要理会了 等到退休你就会有一笔非常可观的资金 对于已经退休的朋友注意资金要够 年开销乘上33以上 那这样就比较安全 你只要投资指数 你只要准备好市场涨跌跟你没关系 对准备好的人来说 对准备好的人来说股市的涨跌 真的一点都没关系的 所以大家投资要跟这个小朋友学习 然后无为 这个非礼勿听 非礼勿视 非礼勿言 不要听 不要看 不要说 很多人就传声筒 就是人家讲什么 他来跟大家回报一下 那其实你要经过思考 别人讲的话正确吗 非礼勿听 非礼勿视 非礼勿言 那你要陈定 市场震荡跟你没关系 国际局势 跟我们没关系 市场涨跌 就有他的 命 长期我们已经知道他就会上涨 那你就不用管 世界局势 也不用去听那些无谓的分析了 所以我常常不想听也不想看 因为 无益 多看无益 财报 也不用太看 因为我们不投资个股 经济局势也没关系 加不加息无所谓 不加息也会涨 要加息也会涨 加多少也会涨 不加也会涨 所以市场是一直在上涨 为什么市场一直上涨 就是说 每个公司都很努力在进步 在成长 在赚钱 在发股息 股息越化越多 那当然股价就越涨越高 这才是投资的重点 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们没关系 对吗 所以无视市场深色起伏 了解吗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 那我想我们就谈到这里 那很高兴 那有 需要有问题的 那你在下面留言 好一起讨论 我们 OK 下个礼拜有 技术分析概论的课 那到时候我们在 在谈我们clubhouse 再来跟大家讲 技术分析课的 时间吧 我看一下这里有了 我把 技术分析的课程拿出来看看 好像这里就有 我们 5月14号 技术分析概论 亚洲时间5月15号 礼拜天早上9点半 美西时间礼拜六 晚上6点半 有一个技术分析概论 这个是下礼拜 好 那我们 周六clubhouse见 好了 那就先这样 谢谢 拜拜